好的,再來要講解 ADI AMB45 如何調整它的頻道間隔數 就是佈鏡頻率STEP 那調整方式 F1鍵按住不放 進入選單之後 按SQL或跟Call鍵上下去調整選單 那我們切換到選單的 這個01 STP這一個 這時候選轉搭旋鈕就可以調整你要的 它可以看你佈鏡一次幾格 假設我選6.25格好了 調整好 TS這個退出選單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沒轉一次有沒有 都跳6.25格 有沒有 它的5格都沒有顯示出來 可是它現在是144.90625 那這個好處就是你可以調整到一些比較獨特的頻道 有些可能它的頻道本身比較特別 所以需要用這種方式去做調整 1449125 這種比較奇特的頻道 那缺點就是說 這種頻道也比較容易受干擾 它可能比較容易受到144.91跟144.92的干擾 所以當然我們一般比較少用這種頻道 所以我們一般會選擇一次佈鏡可能10格或5格 會比較順暢 這是我們一樣F1鍵按住不放 進入選單之後呢 拿SQL跟Call鍵上下選擇選單01 然後旋轉頻率旋鈕大旋鈕 這是我們這次選擇5格好了 然後之後按TS推出選單 你看到我們現在就是一次跳5格 這樣子就可以 操作上我會比較快速 因為不一定每一次都需要 調整比較奇特的頻道 這就是 ADI AM145如何調整它的佈鏡頻率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